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波兰的片舞家克里兹·托夫·帕斯特的作品《光与影之间》 把巴罗克时期的神水和巴克的音乐注入芭蕾艺术当中 以《光与影之间》的互动引发层出不穷的形态 另外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注入了香港60年代的元素 变成糊涂炮出贺新年带领观众穿越时空 观众可以重温到旧影画戏的预告片 香港片舞家吴雨恋 透过充满人气冷暖及流逝的过去 提醒我们要好好珍惜当下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放在一个老人家 怎样去看他的过去 然后怎样看他的未来 但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 他的未来在哪里呢 他的未来其实是一个年轻人身上 这个年轻人身上 又好像是他以前的自己 这样交叠成为一个故事 香港芭蕾舞团为香港参与上海四伯文化表演节目之 舞蹈系列揭开序幕 舞团将会呈现中夏芭蕾精品 让观众可以欣赏到三部风格回忆 由不同地域片舞家所编的当代芭蕾作品 艺术总监欧美莲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尝试 让观众一次可以品尝三种口味 我希望他们会有点興趣 我觉得它是一种味道 那是个所谓的《特别的比喻》 在全程中间你会有那种角色 你会有那种故事 你会有那种音乐的歌 但在《特别的比喻》 你会有三种不同的芭蕾 希望你会有一个最后一种 是像一盒巧克力 大家都喜欢他们的最爱的味道 中夏芭蕾精品 在6月4号星期五晚上7点15分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东方歌剧厅公演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那么精彩的演出了 香港参博工作小组 小李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